原子弹爆炸模拟图二战中,美国在广岛,长期投放的两枚原子弹,让世人见识到核武器的巨大威力,因为核弹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, 所以国际社会上只有中,美、俄、法,因这五个国家被认可合法拥有核武器,其中美俄占了大头,且和实力不相上下,才能呈现如今相互制衡的局面,然而,近日一位美国司令却突然宣称,美国在核武方面无人能敌,还真够霸气,且对俄罗斯有全面优势,事实真的如此吗? 据外媒报道,几日前,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,在美导弹防御问题会议上表示,我们的核威设立不应受到质疑,并且仍然无人匹敌,注意这位司令的措辞是不应受到质疑,也就是说,之前已经有人对美军的核威设立提出质疑, 据了解,此前瑞典一家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道称,2018年全球约有14465枚核弹头,其中俄罗斯6850枚,美国6450枚,中国280枚,也就是说,美俄两国核武器数量,就占全球总数的92%。 当然,重点在于,紧就核弹头的数量来说,美俄可算是势均力敌,甚至俄罗斯还要略胜一筹,核弹头不过,美军的自信主要来自于其部署着世界上最全面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,堪称金刚照,它的反导系统主要包括,可以对中进程导弹,进行末端拦截的爱国者。 二,爱国者-3核萨的系统,可以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咒,斯顿反导系统,以及可以拦截洲际弹道导弹,的陆基中断拦截系统。 不怪这位美军司令表示,美军可以战胜和回应,从任何地方发射来的导弹。 对此,俄国军事专家认为这位美军司令的观点相当愚蠢,且正好说明美国人心虚了,因为不久前俄罗斯刚公布了一款既能携带常规弹头,也能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武器,先锋高超音速导弹。 这款导弹号称反导天敌,先锋高超音速导弹是以土巨烯,先锋导弹是以大型火箭猪推气为载体,采用吸气群航和猪推滑翔相结合的飞行模式,射程可达1万公里以上,它的冲击速度可达20马赫,而且还能进行几百公里的大型机动动作,来躲避防空反导系统。 目前美国的防御系统根本无力拦截,值得注意的是,从某种程度上说,先锋导弹也不是无敌的,它的克星就在中国,据国内外媒体分析,中国红旗19反导导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种试验成功,的能够击落高超音速滑翔系的导弹系统,只是还在高度保密状态,尚未公开露面。 有意思的是,红旗19曾是为了防御美国当年计划研究的高超音速侦察机而研究,但是如今红旗19已经问世,而美国的高超音速侦察机却还是杳无音讯,加加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